我应在水果店里表演徒手披榴莲 被路过的女士相众 她给我五百万 让我当她儿子的女朋友 管教她叛逆还恋爱脑的儿子 作为一名合格的替身演员 钱不钱的无所谓 主要是有挑战性 我当晚就搬进了女士儿子的别墅里 可她没告诉我 她儿子竟是娱乐圈出了名难搞的顶流男星贺新竹 起初 贺新竹对我这个他妈硬塞的女朋友态度极其恶劣 不管你跟我妈打了什么主意 哪来的给我滚回哪去 后来 综艺节目上 我假扮贺新竹的助理 却被她冷脸相待 我忍无可忍地吼道 老子数到山 贺新竹扑通一声 当着全往观众的面跪下 捏着耳朵大声道 老婆我错了 观众朋友 卧槽 我提着行李箱 见不如飞地跨上楼梯 一打眼就看到裸着上身睡眼惺忪 臭着张脸从卧室里走出来的男生 她眯着眼朝我这边看来一眼 我眨了眨眼 心脏都漏跳了半拍 那位女士没跟我说她儿子 竟然是娱乐圈出了名难搞的 顶楼难心贺新竹啊 你是谁 贺新竹警惕地看着我 我怕她下一秒就报警说我私闯民宅 赶紧解释道 你好 我是你妈给你找的女友 我叫沈月 这段时间我会一直跟着你 照顾你的起居 以后请多关照 贺新竹挠着肚皮的动作一顿 没睡醒的眼睛里 透着清澈的愚蠢 你说什么 我重复 我说 我现在是你女朋友 你在开玩笑 贺新竹眼睛都睁大了 她一脸荒谬 没有开玩笑 别墅的密码还是你母亲告诉我的 贺新竹一听 我是他妈安排的卧底 脸色沙实就变了 她眼神冷了下去 态度恶劣 不管你跟我妈打的什么主意 哪来的就给我滚回哪里去 哎 早就猜到这事办的就离谱 更何况对象还是贺新竹 我痛令思痛一秒 拿出手机给女士发了一条信息 夫人 这五百万我退给您 您要不找别人试试吧 五百万虽然是我一辈子赚不到的巨款 路边给自己儿子找个女朋友管教了 毕竟自己管教的话 这千亿家产恐怕得提前变成遗产了 你试回消息很快 见到我儿子了 嗯 这样吧 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五百万 你先当他女朋友三个月 这段时间就一直跟着他 别让他再跟深月勾搭 随你怎么做 保护着打都没关系 这确定是亲妈妈 我握了握拳头 人不可以拒绝五百万两次 好的夫人 定不如使命 像金钱折腰的 我立刻换上和蔼可亲的笑容 再次介绍一下 我是你的临时女友 沈月 贺星竹怒道 老子叫你滚听不懂啊 别来烦我 我不笑了 就在贺星竹以为我妥协了的时候 我面无表情的 一拳头砸在隔壁房间的门上 我也跟你说了 这是我的工作 砸我饭碗 我跟你没完 贺星竹被我这拳 吓得抬手挡住了脸 他一脸惊恐的 看着凹进去一个坑的门 喉结轻轻滚动一圈 缓缓吞咽口水 再不敢说出半个不字 我向他走过去 微微挑起他的下巴 凑近他耳边说 乖 我喜欢听话的男朋友 还有 乖孩子不能说脏话 现在去给我收拾一间房间出来 我要睡像羊的 贺星竹反驳的话到了嘴边 看到我被我捏弯的行李箱拉干后 又咽了回去 贺星竹敢怒不敢言 一脸憋怨地抱着枕头 从主卧走出来 踢开了对门的客卧 他不敢对我造词 其一是因为我那差点把门轰开的拳头 其二是他刚刚接到了他妈的电话 秦女士是个纵横商场的女强人 说一不二 虽然硬塞女朋友的事情很荒谬 但许逆他的后果更严重 贺星竹到底还是忌惮他妈的 就这样 我跟贺星竹开启了同居生活 贺星竹昨晚生气 却无处宣泄 在客卧打了一晚上的游戏 俯冲实行 到凌晨才睡下 他一头睡到下午才行 我窝在沙发里打游戏 听到他下楼的动静 抽空看了一眼 他像是没想起家里还有个人 穿了一条大裤衩 闭着眼睛就下楼来 柔软的头发凌乱的搭在眉前 宽肩窄腰大长腿 要不怎么说是顶流呢 睡醒不休蝙蝠的样子 随便一个角度都能拍出大片 还有 我必须羡慕一下男明星的身材管理 腹肌练得真不错 You have been slained 一声阵亡雨露 瞬间把我拉回神 睡眼朦胧的贺星竹 顿时也清醒过来 看到我 他脸立刻就变臭了 转身回去套了条T恤 再冷着脸目不斜视的走向厨房 等待复活之后 我操控着英雄出泉水 赶着刚刚杀我的敌方英雄找回场子 几秒后 贺星竹气势汹汹地走出来 质问我 你把饭都吃光了 我头也不抬地问 什么饭 阿姨做的饭 我抬起头 看着他挤起来自然微红的眼尾 恍然大悟 哦 忘了告诉你 请你是把做饭的阿姨调走了 所以今天没有留你午饭 之后也没人给你做饭了 贺星竹住的地方位于半山别墅 离市区老远了 打车都不方便 出入更麻烦 所以不会做饭的人家 基本都要请做饭的阿姨 贺星竹睡到这么晚才起 时间不干不干的 餐馆基本都打烊了 外卖都不好送 所以他今天得饿肚子了 贺星竹脸瞬间臭了 他正想骂脏话 看到我似笑非笑的表情 又强行咽了回去 最终一脸不差地转身进了厨房 我放下手机 尾随过去 贺星竹进了厨房 从来没下过厨的大少爷 一脸茫然地看着各种各样的厨具 手上摸摸这个 又摸摸那个 看起来像是要自己大显身手 我以着门 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不愿服卵的小样 贺星竹转头看到我 臭脸一摆 极度自信地拿起了一口锅 几分钟后 记碎了几个碗 又烧壶两口锅 还因为开火太大 差点把厨房点着之后 骄傲自信的大少爷 终于一脸惊恐地丢掉厨具跑了出来 我实在看不过去 越过他进去把天然气关上 不然真要给他炸厨房了 贺星竹干净白皙的脸上抹了黑灰 一脸狼狈局促的模样 我上下打亮他一眼 忠心地提醒他 大少爷 咱不会的别逞强 我可不想跟你一起丧生活海 贺星竹嘴硬刀 谁说我不会 我只是还不够熟练 我只好敷衍 行行行 我们星星是最棒的 什么都会 今天大胆尝试了新的技能 真厉害 奖励一朵小红花 贺星竹气急败坏 别用这种红小孩的语气跟我说话 但白皙的耳根却莫名红了 我盯着他粉红的耳尖 服如心智 使坏地问他 饿吗 贺星竹瞥我一眼 明明肚子都已经发出抗议的声音了 却还死鸭子嘴硬 关你什么事 我故作遗憾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管了 本来还想说给你煮碗面来着 我躺回沙发上 过了几分钟 贺星竹大概是真的饿狠了 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 他坐在我对面 求人办事 却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你不是说要照顾我的吗 哪个钱不办事 我耸耸肩 大少爷 我刚才问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 贺星竹擦了擦手心 豁出去一样 用吼的说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琪女士说的没错 贺星竹啥都能忍 就是不能忍饿 打小就不能挨饿 挨饿的滋味比打他还难忍受 我撑着下巴看他 我这里的规矩是过了这村没那个店 拒绝了就没有了 想吃的话 你求我呀 贺星竹宛如受到了羞辱 一言不合 就又要甩脸走人 我试试改口 要不然叫声姐姐 我就给你做 他线长的睫毛顿时颤了颤 气鼓鼓地撇开脸 红韵却从耳后爬上脸颊 你休想 他咬着牙说 行吧 就知道没那么容易 不过逗过他之后 我心情都变好了 大发慈悲起身 去给他煮了一碗溏心鸡蛋面 我把面条放在他面前 他抬眼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我抱着手臂 说吃完把碗洗了 再弄碎碗 我就让你屁不开花 贺星竹感动的眼神 瞬间憋了回去 他小声嘟嚷 暴力狂 他身边的人 基本都是秦女士送过去的 哪个不是唯恐惹了大少爷不高兴 事事顺着他 根本控制不住他 导致他为所欲为 惹是生非还恋爱脑 给人送资源送钱 不求回报 秦女士虽然强势 可以用各种手段让他妥协 但到底不想伤害 那所甚不多的母子感情 更舍不得对他动手 但我就不一样了 我会真的抽他 不过 有时候也不一定都要用暴力解决 其实他还蛮好哄的 贺星竹吃饱喝足 捧着晚进厨房洗 出来后坐在我旁边的沙发 怀里抱着抱枕 假装不在意 却又小心翼翼地观察我 我窝在沙发里 一局游戏结束 盛力的声音响起 贺星竹朝我这边歪了一下身 我逆他 要开黑吗 贺星竹立刻来了精神 但还是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随便 我跟贺星竹很快组好了队 他纳闷地问我 我什么时候加的你 我懒懒地开口 不知道 估计是什么时候匹配到 顺手加的吧 贺星竹半信半疑 但也没追究 贺星竹是个手残党 游戏万年钻石守门员 水平不能说低 但也不高就是了 不过他反应快 意识也好 最重要的是跟我配合默契 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带着他连上二十颗星 直上星耀 猛冲王者 又连胜一局 贺星竹忍不住疑惑地问我 你玩得这么厉害 之前最高段位 怎么还是钻石 我随口答 忙 没时间玩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百星大号 只是因为许久没完 被人倒号了 找不回来 贺星竹若有所思 看了我好几眼 想问什么 但新一局开始了 他又憋了回去 我跟贺星竹窝在别墅里 天天打游戏 带着他猛冲王者五十星 除了游戏上配合默契 我们生活中也很默契 我做饭 他洗菜 我一叫他 他就立刻放下手机 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吃完饭 他又自觉去洗碗 虽然有洗碗机 但还要放进去不是 只要有意识主动做家务 就还是个懂事的男朋友 腰脚还能留 打了十几天游戏 我有点想吐 所以这天晚上的活动 我选择看电影 选的片子 是贺星竹拿奖的第一部作 演技虽然较之后来青涩 但是绝对是被问起 他的影视作品时 第一个脱口而出的代表作 我已经刷了十多次了 但还是百看不腻 贺星竹却坐里难安 他一会儿说喝水 一会儿又要去厕所 就是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看电影 大概是看自己演的戏 会觉得尴尬 就在贺星竹各种借口 都找了个遍 电影才过一半的时候 他手机响了 他宛如看到了救星 看也没看就接通电话 我从这个角度 却能刚好看到 他备注的联系人 申月 想到秦女士交给我的主要任务 我立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暂停了电影 我用口型威胁他 开免提 贺星竹看着我手里的拖鞋 乖乖打开了免提 星竹 你现在有空吗 申月温柔知性的声音 从手里那头传来 我拿出手机搜 想看看他又想做什么药 贺星竹想都没想就要答应 我举起拖鞋 猛地拍向旁边的抱枕 抱枕被拍出十米远 听到动静的贺星竹颤了颤 知无地问 有什么事吗 我满意地笑了笑 刚好搜到申月 刚才在跟跟粉丝互动直播 现在是中场休息 我大概已经猜到 申月想干什么了 果然就听到申月在说 我在开直播 你能来我直播间唱几首歌吗 我想回报一下 支持我的粉丝朋友 好家伙 互打惊听 一把好算盘 贺星竹作为影视歌三期的顶流 平时一首歌的片酬 比他一晚直播的收入都高 还想让他多唱几首 他回报粉丝 却要让贺星竹免费出力 然而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贺星竹这傻子 却不止一次这样帮过申月 基本申月有求他必应 他要颜值有颜值 要才华有才华 却偏偏长了个恋爱脑 从申月还是个不出名的小演员的时候 他就公然给他送资源 申月能两年时间 火到现在一线小花的地位 少不得他这顶流出力 出情出热度 但人家申月多聪明啊 叫名也要立 他要立独立女性的人设 不想被绑上标签 又舍不得贺星竹的热度 所以他就一直吊着贺星竹 在外就说跟贺星竹只是朋友 有需要的时候就找贺星竹 利用他的名气资源 就算如此 贺星竹还是心甘情愿为他付出 不求回报 恋爱脑到经纪人每天被气到拖鞋 粉丝每次看到 他给申月热度都抓狂 他妈知道了 都要怒花一千万 找我来管教他的地步 秉着职业素养 我丢掉了拖鞋 在贺星竹惊恐的目光中 一掌捏碎了茶几上的哆理杯 贺星竹敢答应 我就敢打断他的腿 星竹 你在听吗 申月迟迟没等到贺星竹的回应 疑惑的发问 我又拿起装水果的碟子 徒手就要掰成两半 贺星竹吞咽着口水 神色慌张的抓住我的手 对那边撒谎道 抱歉 我最近没空 申月明显错愕了一瞬 但很快他就收拾好情绪 颇为落寞的说道 是吗 你在忙什么 毕竟以前贺星竹 就算是工作忙的 没时间休息 都能抽出时间 来答应他无理的请求 总之 就是有点事 家事 我想抽回手 但贺星竹抓着我不放 我一个用力 他急忙敷衍申月几句 挂了电话 然后双手抢过碟子 我拒绝了 你别掰了 伤到手怎么办 我拿去洗 说完他就抱着碟子跑了 我担心他阳凤阴为 打出手机点开申月的直播 开了静音丢一遍 申月重新进入直播 估计是刚才被贺星竹拒绝了 脸色有些不自然 被粉丝问起 今晚贺星竹会不会来 他直播间里一大部分观众 几乎都是冲着他 每次直播都能请到贺星竹助阵而来 申月一开始 当没看到问贺星竹的弹幕 被刷屏多了 才模棱两可的说 星竹最近很忙 他不一定来 什么叫差异 把拒绝说得如此清新脱俗 为自己晚尊 可是哥哥最近都没有形成爱 休假半个月了 都没有机会见到他 有一条贺星竹粉丝的弹幕飘了过去 不知道申月有没有看到 反正他粉丝是看到了 这是月月的直播间 某人的粉丝 为什么总来问贺星竹 就是 每次直播都被贺星竹刷屏 烦死了 贺星竹的粉丝是没有家吗 在别人直播间里当锅儿 这就叫端起饭碗骂娘 三句话 瞬间挑起了直播间里 贺星竹的粉丝的怒火 贺星竹这两年给申月送过多少资源 粉丝闹也闹过了 他还是我行我素 而且还不爱营业 最后逼不得已屈孙去蹲别人直播间刷礼物 到头来被人指着鼻子骂孤儿 吃够热度 现在嫌我们竹林烦了 过河拆桥了是吧 姐妹们 咱可以委屈 但不能没有底线 就算一个月看不到哥哥营业 也犯不着在这里犯件 我退了 我也退了 回去刷视频 不比在这里挨骂强嘛 一时激起千层浪 等一个个账户退出后 才会发现 申月的直播间里 他急于找播 大家别吵架 我跟星竹是很好的朋友了 大家也都好好的 我给你们跳支舞吧 然后在镜头前扭起了最近很火的网红舞 可是贺星竹的粉丝该走的都走了 他再怎么掩饰太平也没人回头 而且竹林冲着贺星竹来的 他扭得再欢也没人买账 短短几分钟 深月直播间热度从第一调到了第五 我摸了摸下巴 竹林被人指着鼻子骂孤儿 这何止是一点委屈啊 我一个局外人都替他们委屈 所以等贺星竹甩着失手进来的时候 我朝他伸出手 他呆了一下 红着脸不明所以的把手放进我手里 我拍开他手 你手机给我 干什么 贺星竹虽然疑惑 但还是乖乖把手机递给我 我登上他的微博 发了一条直播通知 然后在直播平台后台操作 预约了十分钟后的直播 出道五周年零一百天重粉福利 我把手机忍在他面前 拿着 今晚不播满两个小时 不许下播 贺星竹拿着手机 一脸茫然 欲言又止的看着我 我手里举着拖鞋 好好干 贺星竹便乖乖的举着手机 那边贺星竹的粉丝 刚从深月直播间吃了一肚子委屈 转头就看到正主发了直播通知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等这边直播一开 瞬间就涌入了几百万观众 小小直播间卡掉了几回 好在平台工作人员反应及时 才稳住了摇摇欲坠的直播间 汪汪明真的是哥哥 哥哥终于开直播了 我死而无憾了 刚从那边受完气 真的瞬间被治愈了 哥哥你多开开直播 下次开播提前通知 你的竹林可不止这点人数啊 就是就是 咱们竹林才不是没有家 贺星竹头一次自己开直播 以往她都是工作人员帮她弄好了 她只负责对着镜头走完流程 这样举着手机 近距离看密密麻麻的弹幕 她有些无措的朝我看来 我连忙用手机打字 字体调到最大朝向她 回答粉丝问题 跟粉丝聊天 贺星竹高度近视 又不爱戴眼镜 所以看远的东西要眯着眼才行 看清我打的字后 她回头去看粉丝的弹幕 有粉丝问 哥哥怎么突然开直播了 她想了想才回答 突到五周年里一百天重粉福利 你抄答案都不带改的吗 粉丝又惊又喜 哥哥最近都在做什么呀 贺星竹又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没做什么 打打游戏 看了电影 哥哥断位多少了 又掉下钻石了吗 楼上瞎说什么大实话 把哥哥气跑了怎么办 你应该问看的什么电影 看到这两条耍宝的弹幕 我没忍住笑出了什么 是谁在笑 工作人员吧 哥哥扣工资 她竟然笑你爱 笑死我了 你们夺损啊 贺星竹委委屈屈的告状 不敢扣 会被打 谁啊 竟然敢这么对老板 哦哟 终于有人能管得住你了 我顿时笑不出来了 我有点紧张 好在贺星竹还算有理智 没把我直接供出来 她转移了下话题 今天看的电影是春节 你们看过吗 当然 这可是哥哥的第一部电影啊 我都刷了还是看不够 原来哥哥也喜欢看自己的电影吗 贺星竹脸色微变 不喜欢 哈哈 既然不喜欢 怎么还看啊 有人喜欢 贺星竹说着又朝我看过来 这时候已经开始有粉丝怀疑了 哥哥怎么老是往旁边看啊 是工作人员在旁边吗 有人是谁 哥哥说是谈恋爱了 只要不是SY 我完全可以 我一阵心惊肉跳 急忙打字给他提示 别看我 专心 贺星竹不情不愿地收回视线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最后没话说了 就把镜头一转 对准了暂停的投影屏幕 请你们看电影 然后两个小时的直播 贺星竹给粉丝放了一个小时自己的电影 粉丝强言欢笑 挺好的 这电影自己看需要会员 哥哥给我们免费直播 两个小时播满后 贺星竹如释重负地关了直播 他是真的不擅长直播营业 这边刚下播 深月那边也跟着下了 而且立刻打来了电话 这次不用我说 贺星竹自己乖乖开了免提 星竹 你今天直播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老知道我今天就不开直播 来你直播间助阵了 深月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 称怪道 这怕是自己粉丝把竹林都气跑了 所以想换个方式蹭热度吧 我四处去找我的拖鞋 贺星竹弯腰从沙发底下 把拖鞋捡出来放我脚下 不用 我自己也可以 他学聪明了 知道不用我威胁也会拒绝深月了 深月语气受伤 带着试探 星竹 你是生气了吗 我原先不知道 有粉丝在直播间骂了你的粉丝 可能说话有些不好听 我替他们给你的粉丝道歉 贺星竹惊讶到 有这事 那你确实该公开道歉了 这样吧 你在微博说一声 不然他们看不到 拖吃 你我实在没忍住 笑喷了 贺星竹这是真的不知情 还是故意的呀 可他不是喜欢深月吗 怎么还这么直男低情商 深月都傻眼了 他憋悯地问 星竹 你身边有人 嗯 家里人 那你忙 我就不打扰你了 深月匆忙挂了电话 我站起来 揉了揉贺星竹头发 乖 今天表现还可以 时刻记得 在我还是你女朋友的时候 要手难得 不然 我警告地看了眼拖鞋 贺星竹非但没怕 还莫名红了脸 我愣了一下 这小子是被我像胡傻了 深月直播翻车 被贺星竹间接打脸 为了挽回竹林 他真的在微博公开道歉了 可是竹林不买账 而他自己的粉丝 有一小部分 因为他的行为失望地脱粉了 这就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深月的热度明显掉了许多 连人先快要谈好的代言 都因此选择在观望观望 秦女士百忙之中看到热搜 一高兴 又给我转了一百万 我挑儿媳妇的眼光 果然不会错 还得是咱龙城的姑娘 想吃什么随便买 我受宠落惊 咱就说 其实贺星竹除了刚开始态度不太好 后面都挺听话的 而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管教 我觉得贺星竹最近很奇怪 从前不愿意戴眼镜的人 现在基本除了睡觉 洗澡都戴着 还经常偷看我 对我抓到就脸红 不过只要他不犯将脾气 不去找深月 我就没有再管他 这天吃完午饭 我们俩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冬土我喝水多了 去上厕所 回来竟然发现贺星竹在打电话 对方还是许久没再出现的深月 我一恼火 找了双干净的拖鞋 二话不说 拍在他后脑勺上 贺星竹捂着脑袋回到看我 一脸委屈 你干嘛打我 我又没做错 我气得冒火 都趁我不在 偷偷跟深月打电话了 还说没做错 行啊你贺星竹 都敢顶嘴了 我转头戳了把鸡毛胆子 贺星竹剑死 丢下手机逃得飞快 我追着他上楼 压着他 警告他不许说话 这才接通电话 月月啊 在揍贺星竹呢 我愣住 秦女士是怎么知道的 揍完了看一眼 微博热搜哈 我就不打扰你教训他了 秦女士说完就挂了电话 语气听起来还挺高兴的 我狐一的打开大眼仔 发现就在刚刚 深月和贺星竹上热搜了 事情是这样的 深月今天录制一档综艺 游戏环节被要求 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 让对方转50万 测试有情 深月自然不能放过 蹭贺星竹热度的机会 想也没想就打给他 刚好就是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电话响了好几声 才被接起 视频里深月很自信的说 星竹 我现在手头有点紧 你能借我50万吗 谁知向来不会拒绝 他的贺星竹迟疑了几秒 发出了灵魂拷问 诈骗 在场的观众和嘉宾 憋笑都憋疯了 深月羞红着脸解释 不是诈骗 我真的是深月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贺星竹又安静了一会儿 像是在考虑什么 随后他又说 模拟声音也不难 本来胜券在握的深月 没想到输给了贺星竹 高警惕的防诈骗意识 深月只能强行挽尊 好吧 其实我是在录节目 一个小游戏 游戏要求是向朋友借50万啊 如果知道是我 星竹你会借我吗 本以为解释这么全了 贺星竹总能配合一下了 结果贺星竹说 对不起 我没有钱 所以借不了 你找别人吧 然后就是我出现 拿鞋底抽他 他跟我的对话 他跑 我追的动静 现在网上都是铺天盖地 深月借钱翻车 贺星竹防诈骗意识 贺星竹顶嘴的热搜 当然还有竹林的喜大普奔 贺星竹又一次打深月的脸 哥哥怎么会没有钱 但是他拒绝了 这是什么 这是哥的恋爱 脑觉醒了 不但恋爱脑 从拒绝绿茶表开始 没有人怀疑 电话里贺星竹最后那句话吗 还有莫尾出现的那个声音 是个女生 上次直播我就觉得奇怪了 你们说会不会是嫂子 偷着能管住哥哥 平时都不敢顶嘴 这个嫂子我举双手赞成 我没想到真的冤枉了贺星竹 他被我压着动弹不得 身上还有我刚才火气上头掐出来的亲子 我干咳了一声 从他身上下来 那什么 下次早点说啊 贺星竹坐起来 掀起衣服 看了眼身上的亲印子 他委屈死了 你都没给我机会解释 我自知理亏 伸手揉了揉他受伤的腰腹 行行行 我给你赔罪 你随便说 我都答应你行了吧 贺星竹原本还委屈着脸 听完眼睛都亮了 真的吗 什么都行 别得寸进尺就行 那我要你跟我一起去录节目 贺星竹仿佛早有预谋一样 我谈谈脑瓜 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刚才暴露的还不够明显 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同居的关系吗 贺星竹退而求其次 那你给我当助理 我想了想 也不是不行 贺星竹要参加一档田人综艺 是他经纪人明哥之前就定下的工作 综艺录制以直播形式 贺星竹录制的时候 我就跟在PD身后 其他人见我眼神 但一听说是贺星竹的新助理 就了然欲新了 以贺星竹对外的狗脾气 一天换一个新助理也不是问题 但贺星竹录节目的时候 总往我这边看 还什么时跑过来找我摇水喝 赞助商提供的饮料 就在桌上他都选择性看不到 非要我手里的 次数多了 工作人员和嘉宾看我的目光 都变得意味深长了 而且这还是直播 他三不五时跑开 然后又一脸春风的出现 直播间的观众 都觉得他不对劲了 贺星竹这小子 干活半小时 喝水五分钟 干什么呢 他定是眼严重了吗 桌子上的水都看不见 大老远去跟助理要水喝 他不仅近视 他还挟视 干活的时候 眼睛老往旁边瞄 哎呀呀 他到底在看什么 摄影老师能能转一下镜头 我也想看看 是什么大美女 能让他这么痴迷 我捧着手机看弹幕 吓了一跳 我就一个素人 连妆都没话 直播镜头里必死无疑 但贺星竹偏偏这时候 丢下锄头走过来 月月 我想喝水 哈尔迈没关 PD老师的镜头 随着他拍过来 就把我也拍了进去 我赶紧低着头到处找水 我真的想抽死这小子 但我还要尽职尽责地 扮演好助理的角色 我找找啊 找了两分钟 我还是没找到水 贺星竹歪了下头 提醒我 你手上的是什么 我一愣 水就在我手里 这是我喝过的 我想解释 但贺星竹已经静止拿走 引开平台喝了一口 然后又还给我 我去干活了 这里晒 你去旁边休息吧 不用猜 直播间弹幕都该炸开锅了 我拿着水瓶的手抖啊抖 抖啊抖 哎呀呀 忍不了了 下波就抽飞它 我心惊胆战地度过一天 网上不可避免 再讨论我跟她的事 那是新来的助理小姐姐吗 好漂亮 身材也好好 贺星竹喊她月月 不会是那个谁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个谁还在剧组拍戏 而且一看身形 就不像好吧 这个小姐姐明显更高调 声音也不一样 有没有觉得很耳熟 好像是那次在电话里 听到的声音 就是那个赶抽贺星竹的 工作人员吗 姐妹嘛 清醒点 什么工作人员 喝同一瓶水啊 你们是忘了 贺星竹这小子 有多几匹龟毛了吗 恶心死了 这不就是间接吃口水吗 之前因为网传贺星竹 从不拍吻戏 我还觉得他不一样 现在都变脏了 也不怕的传染病 不守难得 跑焰对女的 没有边界感的男人 配不上我们阿月 怎么有人的嘴 跟抹了开赛路一样 到处喷粪 长见识了 都21世纪了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 他爸妈睡一张床就能怀孕 是从嘎吱窝里生下他的吧 有没有一种可能 贺星竹已经压根不鸟你家正主了 还有 你们是没有自己家吗 在贺星竹的广场当孤儿 本来竹林还只是在讨论我的身份 大家虽然怀疑 但还算有理智 偏偏深月的粉丝 批批在评论区找存在感 被早就恩断义绝的竹林 喷得体无顽肤 好不容易熬到当天直播结束 等摄像头全部关了之后 我怒气冲冲的去找贺星竹算账 收拾道具的工作人员 看到我手里两指搓的扫把杆杆时 脸上的表情都惊呆了 这哪里是算账 这是要家暴了 我踢开房门 结果迎头撞上刚洗完澡 全身就围了一条浴巾 腹肌上还沾着水珠的贺星竹 我手里的杆杆掉在地上 滚到沙发底下 贺星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抬头 看到我水洗过的眼睛灯时亮了 月月你怎么来了 我低咳一声 目光不受控制的往他身上瞄 一时忘记了刚才是来干什么的 这难道就是他故意使的美男计 晚饭我看你才吃了几口 是不是和饭不和胃口啊 贺星竹完全没意识到问题 过来拉着我就往床边坐 所有工作人员吃的都是和饭 我作为根组助理当然也不能例外 只不过我确实有些挑食 不喜欢吃的菜一点不碰 晚上的菜不和胃口就没吃多少 我胡思乱想着 手不受控制的摸向贺星竹的腹肌 贺星竹就乖乖让我摸 一点都没反抗 直到我摸得太过火 手有往下的趋势 贺星竹才闷哼着抓住我的手 他满脸通红 声音沙哑 月月现在不行 什么不行 我猛地回过神来 赶紧收回罪恶的手 被美色耽误的理智回笼 我指着他骂 你不守难得 怎么能随便喝人喝过的水 还不穿衣服让人摸你 贺星竹的目光 从错愕到不解 再到委屈 我怎么不守难得了 我喝的是我女朋友的水 也只给我女朋友摸 这也有错吗 对哦 我现在是他女朋友啊 我沉思片刻 那行吧 今天就饶了你 但从明天起 你录节目就好好录 别动不动就找我 也不许看我 知道没 你看看今天这是影响多严重 都传成什么样了 贺星竹想反驳 我扬了下手 他就闭嘴了 那天之后 贺星竹表现很好 认真录节目 也不作妖了 现在网上 关于我跟他的讨论 也慢慢降了热度 很好 网络都是三分热度 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遗忘 我安心的陪贺星竹 录完一个月的综艺 快结束的前几天 接到了秦女士的电话 这段时间你做得很好 剩下的五百万 我已经让人打你账户上了 谢谢你对星竹做的一切 我有些恍惚 原来我已经当贺星竹的临时女友 快三个月了 当初我跟秦女士约定三个月 现在钱到手了 时间也快到了 我的管教任务就该结束了 没有没有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谦虚到 毕竟是一千万的酬劳呢 我跟秦女士 你来我网的聊了几句 针对贺星竹的教育话题 进行了友好的交流 秦女士与其颇有些伤感 以前我工作忙 没时间管她 等回头的时候 发现她早就不需要我了 小时候没管过她 长大也没资格管她 但我又不能看着她犯傻 所以只能出此下策了 你们同龄人之间 打闹比我惹人闲的说叫管用 好在我也没选错人 我保持沉默 并没有搭话 我结束了跟秦女士的通话 一转身 发现本该去录制的贺星竹 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 她脸色有些不太好 我震了一下 问她 怎么在这儿 导演给你的任务做完了 贺星竹却冷了脸 仿佛回到我刚来的那天 她态度恶劣地喊我滚的时候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下来一整天 贺星竹都没理过我 门头完成自己的任务 蠢都干裂了 也不肯找我要水喝 看到我就绕道走 又是熟悉的酱脾气 像是要老死不相往来了 我想了想 反正合约期也快到了 总不能真拿鸡毛当令牌 平白惹人烦 也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 恶声恶气地威胁她 谁知我一天不打 她就上房接瓦 节目组要求每位嘉宾 都要邀请一位圈内朋友来 小屋做客 最后一期轮到贺星竹 几位嘉宾围在一起 问她想邀请谁 一名男嘉宾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 主动提起深月 星竹跟深月关系最要好 甚至要邀请她呀 我坐在旁边喝茶 文言朝他们看过去 贺星竹竟然没有否认 正拿着手机在挑联系人 我工作就剩这么几天了 怎么能在最后关头 让她多抹上污点 我猛地捏碎了手里的纸杯 想到这几天 她对我冷脸 原来是固态富猛了 我忍无可忍地朝她吼道 贺星竹 老子鼠到山 滚过来 我一声怒吼 在场人员都抖了三抖 贺星竹更是条件反射地 爬起来朝我跑过来 脸上挂着茫然 还不知道哪里又惹我生气了 却还是在下意识的 托通一声跪下 捏着耳朵大声认错 老婆我错了 全场目光都转向我 脸上是震惊 原来如此 以及吃瓜的表情 当时直播还没关 贺星竹这一气喝成地下跪认错 韩国老婆的画面 瞬间冲上热搜 一时之间 关于我是贺星竹老婆 以及她是帕尔多的绯闻 甚嚣沉上 事发突然 我找导演要了 尖眉装摄像头的房间 我跟贺星竹面对面坐着 我拿着拖鞋的手都在抖 被她给气的 贺星竹 你是不是故意的 贺星竹从来这么叫过我 今天突然抽风 当着直播间 几百万观众的面喊我老婆 说她不是蓄意报复 都没人信 但贺星竹劈开脸 就跟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一样 一言不发甩脸 你说话呀 刚才喊得不是挺溜的 贺星竹大敌也是 被我骂得来了脾气 她突然转过脸 眼眶通红 看着我咬牙说道 对 我就是故意的 我吼她 你为什么要这样 贺星竹也不甘示弱 你心里只有五百万 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这样 自以为是的觉得是对我好 假惺惺的来了又走 根本没有真心 甚至都觉得我就是个傻子 我恍然 所以那天她听到 我跟她妈妈的对话了 什么五百万 那是尾款 一共一千万 贺星竹没想到 我关注的重点竟是这个 瞬间被气哭了 所以你就是为了一千万 才答应她做我女朋友的 你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 我也很恼火 说的好像你就喜欢我一样 而且我是你妈妈找来的 这一开始 你不就是知道的吗 我就是喜欢你怎么了 我知道你是她找来的 跟你这三个月 没有用过一点 真心不一样 为什么要在我喜欢之后 想离开就离开 你们真的管过我吗 真的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贺星竹跟我吵得 伯根都红了 脸上又委屈又难过 我就像猛的被泼了一盆冷水 逐渐冷静下来 我反复回味她话里的意思 你说你喜欢我 贺星竹瞬间红着脸 你是不是胡我呢 你喜欢我 喜欢我什么 喜欢我拿鞋底抽你 你不是喜欢深月那样 温柔知性的吗 我阻止你们 你恨我都来不及吧 我理智犹在 贺星竹急到 谁说我喜欢深月了 我只喜欢过你 你不喜欢她 你给她送资源 给她直播间免费助唱 跟个傻逼一样 表白被具备吊着 还心甘情愿上赶着铁 不是这样 我以为她以前帮过我 我给她资源 只是报答她 我没有喜欢过她 也没有跟她表过白 我原本是不信的 但贺星竹目光太过真诚 看我的目光过于深情 我心都跟着颤了颤 安静许久后后 贺星竹软的态度 我妈给你一千万 让你当我三个月女朋友管着我 我把我的工资卡信用卡都给你 你管我一辈子 好不好 姐姐 当贺星竹矮下身段 用可怜兮兮的目光看着你 像只祈求被收养的流浪狗的时候 没有人能拒绝她 包括我 而且 她叫我姐姐挨 我思来想去 觉得这约也不是不能许 就在我想着 要不要答应她的时候 导演助理轻轻敲了敲门 像只落水的狗 缩在那里 只敢偷偷摸摸看我 节目还是要录的 毕竟就剩最后一期了 退出要付违约金 人不能跟208万过不去 我指挥贺星竹 你先去把节目录完 剩下的等回家再说 贺星竹却讨价还价 你先答应 我要继续管我 我再去录 这小子 你是不是欠揍啊 就那么喜欢被我抽是吗 贺星竹嘟嚷 就喜欢 这家伙有时候真的肘得很 跟别人不一样 我捂着发烫的脸 说行行行 我答应你 快点去录 别乱说话 不乱说话 是不可能的 刚才直播那么大声的喊了老婆 就算嘉宾能当没事发生 网上也早就闯开了 只不过贺星竹 从来走的就不是寻常路线 他只要不犯法 粉丝都能包容他 贺星竹邀请飞行嘉宾做客 他找了圈内的好机友陆林素 电话一接通 人还没说话 贺星竹就先欠揍的问 你怎么知道我有女朋友 陆林素沉默片刻 单字一个滚 这下经纪人明哥 也不用想着怎么公关了 全网都知道我现在是他女朋友了 节目还在录 热搜没掉过 直到最后一天 导演终于扛不住网友 邀请我跟贺星竹一起录个采访 也算是借此对外官宣了 我考虑过后同意了 既然答应了贺星竹要继续管他 这是早晚上面对的 采访那天 我化了妆 换了身漂亮的衣服 出来的时候 贺星竹眼睛都看呆了 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 凶巴巴的对他说 不准看 他倒是笑着牵住我的手 我女朋友这么漂亮 看看怎么了 主持人可了一声 请我们入座 按台本问我们问题 两位是怎么认识 这个已经提前想好了台本 当然不能说是因为一千万 工作室给贺星竹编写的爱情故事 是很俗的一见钟情 但贺星竹却没有按台本被台词 他低下头 四在回忆 三年前 我在剧组拍戏 我给我妈打电话 本来想跟他说 今天是我生日 可是他太忙了 电话里说不到两句就挂断 我不记得他有多久没准点 给我说生日快乐 小时候会亲手给我做生日蛋糕的母亲 直播间里所有刷屏的蛋糕都干净了一瞬 那天我心情很差 我就坐在酒店外面打游戏 但一直输 直到一个附近的人邀请我一起开黑 他很厉害 带我赢了一晚上 然后在十二点快结束的时候 他开了语音 给我放了一首生日歌 他对我说 拿起武器 他就没法拥抱你 可当他放下武器 就不能保护你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后来也认错过人 但是现在 我知道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 愿意隔着网线陪我 开导我 给我生日快乐的那人是他 说到最后 贺心竹转头看向我 眼里落满了心形 我心头猛的颤了颤 原来 他知道啊 我以为 他早就忘记了 主持人又问我 那沈小姐呢 也是因为游戏认识的贺老师吗 我摇摇头 说不是 比他更早 贺心竹惊讶得瞪大眼睛 四年前 我还是个替身演员 武器 在追凶的那个剧组 那时候也曾有追梦的勇气 却被现实打败 做个武器 不要被人刁难 那年寒冬腊月 跟我演对手戏的演员 一直故意NG 我被迫一次次下水 动的脸都白了 他只要给大家鞠躬道歉 我就要重新过一次戏 后来我动得浑身僵硬了 是贺心竹作为男主演路过看保 冷着脸 一点情练都不给的 为了那名演员 我看舞梯那部分拍的挺好 既然你演技不行 就自己的继续拍单独的部分 反正到时候也是要剪的 别浪费人家时间 贺心竹能在圈里横着走 不仅因为他有才华 还因为他入圈的时候 请女士直接收购了一家娱乐公司 给他当后台 他在圈内是出了名脾气差 心情不好的时候 路边的狗他见了都能骂几句 他发话 导演自然乐呵呵就应下了 那之后 直到我当替身的角色杀青 都没再被人刁难过 我知道 或许那天贺心竹 只是刚好心情不好想为人 高度近视的 他也不会记得我长什么样 但从那天起 我就一直在关注他 生日那一次 他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我刚好就在不远处听到了 所以在他闷闷不乐 一个人打游戏 半年后 就在我终于决定告诉贺心竹 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妈生病 我爸也在家摔断了腿 我不得不放下不成熟的理想 赶回老家照顾二老 游戏从此也放到了一边 而我跟贺心竹 没加过任何联系方式 离开游戏 跟他就是彻底断了联系 他也是站在山顶的神 我只是个失败者 直到半年后 安顿好二老 工作之余还是会忍不住想起来 想登陆账号 偷偷看他一眼 却发现号被人盗了 我只能重新开了小号 假装路人家回了贺心竹 但那时候 网上都在传他在追声乐 我只敢在游戏里观战他 但再也不敢邀请他 我其实是个胆小鬼 这件事 我一直藏在心里很久 谁都没有说过 主持人接压片刻 才继续说 这么说来 两位能走到一起 还是很有缘分的 那可不 请你是心血来潮 想找个人管教贺心竹 一眼就相中了 徒手披榴莲的我 那么平时两位都是怎么相处的 对网友说的 贺老师是趴耳朵这件事 二位怎么看 贺心竹不以为耻烦以为荣 我都听他的 打是亲骂是爱 我只能强言欢笑 现代网友提起我 想到的绝对是那句 生如惊雷的老子鼠岛山 录完节目回去的路上 贺心竹一直傻乐乐地盯着我看 我受不了 拍开他凑过来的脸 搞什么 他又凑过来 所以 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 自从我说了当五T时候的事 这人就一直在心里了 我看着他那张霍国殃民的脸 很难说出违心的话 他吸引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尤其是 你越是关注他 就越会发现 真实的他 远比你想象中的更温柔 更美好 也更脆弱 贺心竹五岁爸爸就意外去世了 在那之前 他有一个很幸福的家 而秦女士 也还是个被丈夫宠成公主的小女生 他爸爸去世之后 家里的公司被亲戚寄予 孤儿寡母 亲一就会亲戚寄予 孤儿寡母 亲一就会被身边的 裁狼虎包丝的粉碎 秦女士不得不逼自己 去跟那群狼虎斗 他要守住丈夫的产业 要保护自己儿子 所以他 没日没夜地 跟公司的董事周旋 争夺公司股权 而那时候的贺心竹 骤然失去了父亲 又失去了母亲的陪伴 他怀疑是自己不够听话 不够优秀 妈妈才会不愿意陪他 所以努力去做一个乖巧董事 试试争优秀的孩子 那时候的他很乖 但是秦女士很忙 没有发现他内心的敏感 考试的第一了 没人夸 家长会总是缺席 生日等到12点钟 家里的灯还没亮起 后来 贺心竹不想当乖孩子了 他学着叛逆 他放弃top1的高校 转而考了电影学院 进卷 唱歌 演戏 故意惹是生非 做着自以为会让家长头疼的事 而秦女士在知道他进娱乐圈之后 却并没有生气 反而先是为他收购了家公司 又给他身边送去得利的经纪人和团队 一路为他保驾护航 母子两人就这样 生疏却又互相在意地相处着 没有交流 渐行渐远 在贺心竹息迹的目光中 我说不出口是心非的话 缓缓点了点头 是 我喜欢你 喜欢很久了 贺心竹就像个终于得到糖果的孩子 他紧紧抱住我 说 沈月是个胆小鬼没关系 贺心竹会主动爱他 网上有人问 贺心竹跟沈月是有情人终成传属 那申月算什么 贺心竹之前为了追申月做了那么多 现在就算一情别恋吗 竹林回复 当然是普通朋友啊 这不是某人自己承认的吗 都没恋过 哪来的一情 就是普通朋友帮个忙而已 某些人不会自作多情了吧 竹林终于能扬眉吐气了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谁知道申月自己硬要来掺和一脚 一天夜里 他突然发了一条似是而非的微博 以前不懂得珍惜 以为他会一直都在 直到失去了 才知道 他并非会一直等待 如果再来一次 我一定会告诉他 我愿意 大半夜刷到这恶心人的微博 我真的会写 我一脚把身旁的贺心竹踹一下床 滚 贺心竹懵了 欲言又止 又不敢问我 只能自己去角落拿手机自己看 发生了什么事 几分钟后 贺心竹微博发布一条动态 道号可耻 麻烦把我老婆的游戏账号还给他 爱的申月 配图是两张图片 一张是两年前 我跟他开黑的最后一张战绩截图 亮着52级的情侣标 我的账号ID是SY 另一张是后来被道号之后 ID却被改成了申月 那段时间这游戏正火 很多明星都晒自己的游戏战绩 难免就会去找人带恋 去送资源 对应之前贺心竹说认错过人的事 网友一下就捋清了事情起因经过 而申月被贺心竹当面揭穿后 很快就删了微博 沦为笑柄 他发完微博回应后 舔着脸又跑回来 老婆 我处理好了 我抱着胸 实在想不明白 他是怎么把申月当成我的 你就看了账号 问都没问 就认定是我了 贺心竹急忙解释 你那时候突然消失很久 我又找不到你 直到看到他晒了账号 我以为你消失是进卷了 就给他送了几次 后来他主动找到我 你就不奇怪 他明星表演赛上的技术 玩得跟狗屎一样 他说太久没玩 生疏了 而且我没想跟他相认 从来没跟他一起玩过 我纳闷 你把他认成我 就没有喜欢过 贺心竹很老实 没有 我送资源只是因为你 但见过他之后 我没有那种 跟你一起玩时候的感觉 我以为是见光死了 这点确实是贺心竹能做出来的 他太善良 别人给过他一点点温暖 他就能记很久 所以即使在面积之后 发现自己见光死了 却还是给深月送了资源 并且在对方主动找上他之后 因为那点旧情 被一次次利用捆绑 后来跟你玩游戏 我发现你打游戏的习惯一点没变 我们一起玩了这么多局 下意识的配合是不会骗人的 贺心竹一点点挪到我身边 亲了亲我 说 我永远只会为你心动 人生有时候就是很奇怪 风回路转 起起落落 当我认命 不会再去想起当年 那半路夭折的梦想的时候 我接到了一位 明导的事情邀请 你一号 饰演女将军 导演不喜欢用替身 所以要找能打的女演员 曾经作为一名武器的我 因为热搜被他相中了 我成功通过了试镜 举行开机仪式那天 我才知道 男主是贺心竹 这部戏是大女主 贺心竹这是甘愿给我做配 他因为不想让我误会导演 是因为他才找的我 别到我通过试镜 才找导演自建了男主的席位 这部戏中 男主是个纨绰子弟 成亲后被女主压着打 导演怕我们感情太好 演不出效果 一开始没同意 结果贺心竹很不要脸的说 我在家天天被打 选我一定行 然后他就这样 拿到了男主的角色 不过开拍后 正如贺心竹所说 他随时随地能带动 我想抽他的情绪 所以感情戏这部分 拍得贼顺利 后来这句播出 粉丝调侃说 这戏是贺心竹 最不需要演技的一部 因为都是他本色出演 我靠这部剧 拿到了最佳女主角的奖项 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 我看在台下一脸 为我骄傲的男人 低头笑了笑 感谢贺先生 与我微末之时 点亮了一盏星星的灯 他说 沈月是胆小鬼没关系 贺心竹一定会来爱她 那我也想告诉她 沈月也没有放弃 一直在向她走来 其实我知道 在水果店第一次 见秦女士的时候 我就知道那是她妈妈 所以即使给人 当临时女友什么的 听起来很荒谬 但我还是鼓起勇气 来见她了